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立木柵高公陳冠宏老師 這章節要跟同學介紹的是 各種能量間的互相轉換 同學有去滑雪的經驗嗎? 老師有去滑雪 剛開始學滑雪的時候你就覺得很有趣 很多初學者在滑雪的時候 從上面滑下來因為非常的緊張 所以雙腳會一直施力 然後導致它在滑下來的過程當中 一直保持等速的情況 那請問同學 這個等速下滑的滑雪者 它會符合力旋能守恆的概念嗎? 依據我們力旋能守恆的分析 力旋能包含了動能以及位能 這個滑雪者等速下滑 等速代表它的動能不變 因為質量不變速度不變 動能維持不變 但是它在下滑 代表它的位置從高點走向低點 所以它的位能是會減少的 力旋能的概念告訴同學 要將動能以及位能做總和 你會發現一個不變一個減少了 那當然總和也就會跟著減少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總力旋能是跟著減少的 所以我們會告訴同學 這個情況 力旋能並不守恆耶 那如果你跟我說力旋能不守恆 那我的動能減少的部分 跑去哪裡了呢? 因為依據我們木塊由斜面下滑的過程當中 位能減少動能應該會增加啊 那能量跑去哪裡了? 所以在下滑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這個滑雪者會一直用力的去 以雪板去刮這個雪 所以這個煞車過程當中 會產生許多的能量損耗 這有點像是如果你今天騎腳踏車 或者是家裡開車帶你出去玩 在路途當中你們有 一直煞車 到了目的地之後你下車 將手靠近那個煞車皮 煞車塊或是煞車疊盤的部分 你就會發現它是溫溫熱熱的 因為過程當中 它的動能轉換成熱能了 因此在力旋能不守恆的情況之下 這個物體運動過程還保有哪些守恆呢? 這個物體就會保有能量守恆 而這個能量轉換 就是會出現熱能 但熱能不是力旋能的一種 所以在我們的現實生活情況之下 都會擁有阻力 這些阻力都會影響我們的運動狀態 包含了摩擦力 或者是空氣阻力 但是這些阻力的存在 這些阻力的做工 仍然會使得我們物體遵守 能量守恆的概念 那能量在轉換過程當中 必定會伴隨一些能量的損耗 例如車子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你會聽到聲音 你會聽到它的引擎 或是它的車輪發出的聲響 也有肺熱 也就是你在它的排氣管 或是引擎蓋的附近 你會感受到溫溫熱熱的感覺 包含它裡面還有風阻跟摩擦的影響 MING PAO CANADA